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开《世善夜道经》第五面 经文第三行看起 龙王当知菩萨有意法 能断一切诸物道苦 何等为仪 位于昼夜常念 思维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豪分不善家长 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地方 今天接着看 世界能令诸物涌断 善法圆满 常得清净 祝福菩萨 寄予深重 看到这个地方 《世善夜道经》 这个一段经文 从龙王当知到成会写进 我们这个本子总共是七行 这个七行一定要能背诵 要念得非常熟 常常常想出 齐心动念的都要想到佛陀慈悲的教会 我们果然能够做到 心地善良 念头善良 行为善良 我们将来决定能够生 至善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是至善的世界 华藏世界是至善的世界 那个地方 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 寿命长远 西方极乐世界 人人都是无量受保 人人都具足无量智慧 无量德能 无量向好 无量寿命 我们为什么不去 往生的条件 决定在善心 善念 善心 如果我们心心不善 念佛也不能往生 性愿都具足 行不具足 这个心里头 不但是要念佛了 还要修善 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记住 佛在这里教导我们 不容好分 不善 佛在这一句话 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修行不能成功 就是佛在不善 而且佛在的太多了 佛在的非常严重 所以 所以 虽具足 三次良 都不能够往生 对一句话 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不善的根 就是佛值 一切众生 齐心动念 执着于我 我是第一 一切都为我 这个念头 就是六道轮回 第一个因素 这个因素要不拔除 决定脱离不了六道轮回 所以六道是这么来的 我们要想的 我们如果要处理六道 必须把自己 这个病根拔除 念念想众生 我们只要看到 听到 如果有能力 我们立刻 就要撑出援手 那么昨天 我听说天主教 他们有一个 好像有个医疗队 要到这个 缅甸那边去 帮助一些穷苦的病人 我听了之后 刚才我打了个电话 问这个 这个这个天主教 他们告诉我的 不是到 到缅甸 到非洲 那么非洲那边 我们所听说的 苦难的人 非常非常之多 他们派出一些 异物的 这些医生护士 到那边去医诊 我通知他 我说我们要帮助他 一点医药费 他们做 跟我们做 是一样的 不能说 哎呀 那是那是天主教 基督教做的 我们不应该帮着错 决定是错 不管是哪个宗教 不管是哪个团体 真正做好事 我们就要尽心尽力的帮助 没有能力 我们也要赞他 我们只看了 他做的是不是善事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永远是个圆满的 这经常讲的 念念增长 令主善法 念念增长 这个一端 到不容 毫分 不善夹杂 都是讲的善因 中善因 一定得善口 底下一句讲的是善口 世界能力 驻悟涌断 善法圆满 善法圆满 就是止于至善 这个果报 苏神 后面这一句 尤其是 苏神到极处了 常得清净诸佛菩萨 寄于神中 也就是说 你能这样修善 你将来的果报 一定是在 滑藏世界 极乐世界 到这个世界了 你就跟诸佛菩萨 在一起吧 那么这是从古上讲 古报上讲 这两句都是讲古报 从我们现前生活环境里面讲 有因必须有缘 缘是什么 缘是要清净善知识 常听善知识教诲 善知识时时刻刻 提醒我们 这个很重要 没有人提醒 我们会忘记 六道凡夫 非常健忘 特别是 我们生活在现代环境里面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 六尘境界 都是在 诱惑我们 卖向歧逐 不是真道 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重要 一定要清净善知识 善知识我们找不到 到哪里去找 诱佛菩萨 诱佛菩萨是善知识 诱佛菩萨不在我们面前 我们供养 诱佛菩萨的形象 天天天天 掌控进礼拜佛菩萨形象 每一天读诵经论 这就是清净诸佛菩萨 那么我在此地 帮助诸位同修 理解经论的奥义 虽然我们相隔的很遥远 现在我们利用科技 我们每一场的讲演 同时都上网络 用网络来传播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现在新的科技不断在进展 最近我所看到的比喻网络 还要进步 用电话 电话传真 可以把传真这个影像 放大在大荧幕上 就跟看电影一样 几百个人可以同时在一起开会 就是我们在新加坡 跟中国跟美国那边同修 几百个人在一起开会 利用这个工具 就像在一个教室 一间房子里一样 这个科技是刚刚开发 现在价钱很贵 这个一台机器 机器不大了 现在价钱 每一斤大概是八万到十万 我想再过两年 再过两年 它又进步 价钱又会降低 越来越普遍了 我们就可以从网络 换成这个高科技的传播 随着科技进步 整个地球 不失一个村 不失一家了 是一个房间 我们同在一个讲堂里面学习了 这是从前人 无法想象的到底 我们不但我们的音声影像 借着科技传播到全世界 每一个角落 同样道理 佛教的经典 世出世间 圣人的教会 这些典籍都可以利用这个方式传播到全世界 当然 分量太大了 我们必须要揭露 像这一部经 我们揭露这一段就够了 这一段是这部经里头最精彩的部分 我们将这些文字放在网络上 放在这个传播工具里面 传达到世界每个角落 把这一段文字翻成每一个国家的文字 我们的讲解也是这一段为重心 这一段为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 生命不是这么短暂的一事 我们有前世 我们也有来生 这个生呢 生命是有生死 我们的慧命 没有生死 肉生有生灭 法生不生不灭 法生是我们的真神 禅宗常讲 父母未生前奔来命 那是不生不灭的 这个道理 佛在任一言经里面说的非常详细 如果我们细度生死 是可以接受的 他讲的有理 有理 必须要死 理事不二 这些道理太深了 我们凡夫业障 我们凡夫业障 烦恼太重 见不到 见不到 这些圣贤人跟我们讲解 我们也很难体会得到 这些原因 这些原因 佛家讲 业障 甚重 什么叫业障 自私自利的执着 这是业障 坚固的职责 坚固职责 贪嗔吃慢 我们有这种情职 障碍了智慧 障碍了善根 善根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 佛家 世间法的善根 三善根 无贪 无臣 无吃 那我们 具足了贪嗔吃 贪嗔吃这个念头 于日增长 善根就没有了 善根什么时候能生起来 断贪嗔吃 善根就生了 而贪嗔吃从哪里 自私自利 所以自私自利是个根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转 我们要真正学佛菩萨 学几位人 看到人家有苦难 牺牲自己生命 在所不惜 希望别人历苦历难 为什么说牺牲生命 在所不惜呢 对我不知足 没有自私自利 这个身谁掉了 得更庄严的身 这个世间谁利掉了 神更庄严的世间 这是四十真相 佛告诉我们 射方世界都是我们的深处 不要以为 这个太空当中 许许的星星 与我们没关系 那就错了 每一个星球 每一个地区 我们曾经在那里都住过 将来也许还会去住 那怎么没关系呢 所以佛家 佛教这个教学 我们用现在的话说 佛家教学的地理 地理是什么 是虚空当中 所有的星球 那不是给你介绍 这个城市 这个省份 这个地区 这个国家 不是的 那个活动 空间太小了 佛给我们说 我们每个人 活动空间 都是周边世界 周边发现 跟我们通通都有关系 我们对于那些环境 这个地理环境 历史环境 文化环境 人事环境 都要了知 华言经上 跟我们讲 皮诺侦娜佛的 华藏世界的环境 说的那么详细 我们将来 要到那里去 极乐世界的环境 佛在净土三经里面 那是专门介绍 偶尔在讲经提到的 片面不是完整的 有几百不经 都提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事情 哪里是假的呢 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至善圆满 所以我们决定 要修善法 要有这个认识 下面经文 告诉我们 因善法者 为人天生 声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借以此法 以为根本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到这是一段 善法是什么 这说出来了 这个善法 在六道里面呢 你得人天生 人天是因善法而得的 生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这是圣人 所修的 声闻 是阿罗汉 为什么称声闻呢 他是因为 听佛讲经 而修 所以叫声闻 菩提 就是正知 这些人 不是凡夫了 前面 人天是六道 里面的善道 阿修罗 不算善道啊 阿修罗 虽然修善 夹杂 严重的 贪嗔痴慢 阿修罗 所享受的佛报 在世间 是第一等的殊胜 但是 佛报 享完之后 没有 不多 地狱 什么原因呢 佛报 大了 造业就 重了 造业 也大了 我们平常人 没有佛报 杀一个人 就要去抵命啊 就要判刑 判死刑啊 有大佛报的人 杀几千人 几万人 几亿人 人家还恭维他 还赞叹他 他伟大 他不会被判死刑啊 但是 世间呢 法律不能制裁他了 因果会制裁他 为什么呢 杀人 骇人 决定 说也 他将来 国报 决定 多三土 这是 迷而 不决 那么从声闻 觉悟 读觉 觉悟了 菩萨 觉悟了 声闻 读觉 菩萨的 菩提法 觉悟的方法 都是从 善法 成就的 没有善法 他永远 不会觉悟啊 我们今天学佛 求什么 求觉悟 求正觉 求正等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那么这在此地 佛告诉我们了 觉悟是从善法做起的 中国古老的谚语也常说 佛知心灵 佛是佛报 善的果报 善的果报现前呢 心也就开窍了 也就灵了 聪明起来了 智慧现前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佛慧双修 把佛放在前头 没有把慧放在前面 不是说慧慧双修 而说佛慧双修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人不能不修福 不能不修善 一定要行善修福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就讲到此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